大學生的印象是什麼 大學生相較於入託、中校 您的印象會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沒有年過大學 所以我其實都是旁聽 所以我出道的都是研究生居多 我其實跟大學部沒有TATTO的連結 所以等到我當了政務委員之後 我的工作在跟大學生有關係的就是 那樣是計畫一個叫大學社會責任 那很多是大學部的 就是大學去做一些對旁邊社群 運用幫助的事情到地方的進步 那另外一個就是YouStart 就是你在大學的過程裡面就先創業 創業失敗當作講學費 那但是也不會真的失敗 就是它是一個科控風險的創業 那這兩支大概都是在大學的過程 就運用所學叫CAPSTONE 就是以解決具體的問題 而不是只是個人的學習歷程的累積 來進行學習 所以我大概碰到高校的時候 都已經是大學真的專心 高校生的能夠出現的情況 那那個以前的情況我們還沒有經歷過 那您對於就是這種大學生的專心 這種像您剛剛提到 比如說大學生創業這種計畫 還是比較算是比如說我今天已經有一個想法了 那您覺得這些東西需要引導在 比如說在學校的課程設計裡面嗎 還是 其實就是創業不一定要去註冊一個組織 它其實是一種就叫創業家精神 就是快速的失敗 失敗不怕分享等等的這些精神 那我會覺得本來大學就是一個 老師只是比你先接觸到這個學門 它不再有標準答案的這樣一個地方 你在國教以前 大家還會覺得老師一定會有答案 但是到了大學理論上是 每個人都可以對這個學門 但是同一些醫師老師可能是錯的 對那但是這個確實在醫學時 平常不會這樣一個學門 平常可能要到就是可能要研究所以上 才會覺得對醫學這個學門本身 你可以挑戰老師 質疑老師等等 那在我接觸比較多的科系 好像說哲學或者是法律 或怎麼樣 那很多大學部的就已經被要求 提出一些的見解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分課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很難的 因為你會找你喔 是會試圖 對 對 比較是好像你跟著某一個老師的話 你要多多少少繼承一些他的想法 對 那但是像在正學就 雖然有所謂失誠 他會學喊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人他學哲學 並不是為了繼承什麼道德 他就是想要掌握一種思考的方法 其他都很高興 那我想問一個很難具體描述的問題 你覺得大學生到底需要具備什麼能力 就是中生學習的能力 就是標準大的能力 對 這是質疑嗎 我覺得質疑會不會太尖銳了 就是什麼事都會質疑 質疑是一種 但是創造性的思考 我想除了一開始質疑之外 還有就是收斂大家的階段性的想法 變成一個共同的認識 所以就是質疑當然是發散 但是收斂也是很重要 對 那這兩個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現在所謂的設計思考 對 理想要進行裡面第一個 零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輩子都很受用的一個能力 因為我們所在的學們會一直轉變 那本來是人做的 可能接下來機器做的 對 那本來是一台大機器做的 可能以後手機就可以做了 那所以你要適應各種不同的狀態的時候 一直保持這種質疑 但是卻把大家的質疑 大概化約成幾個主要的證明 在這些證明裡面 把大家出國公司手機起來 這個發散的時候也能夠很重要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要走 對 好啊 沒有問題 你還有十分鐘 還有十分鐘推問 對 我很好奇 就是在大火城有很多 有些人會認為大火城是一個人 創變起來 有些人會認為是團體的活動 是比較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因為我看您的經歷感 就比較不一樣 很personal 沒有沒有 我不是 我也是有社權的支持 我才敢從中途出去 對 對 就是一定要先有一個社區 在這個社區裡面 你覺得 你失敗多少次 都是幫這個社群的經驗 這樣子才不會有覺得 我失敗了 我想一無所成的這個委員區 對 那當然大學本來就是一個 你可以任意去穿穿 什麼也有所謂的地方 但是出了大學 還是要有類似這樣子的學術社區 我覺得才比較真的能夠 做一些創意 或者創意這些工作 所以我當時應該是可以說 是我在副公司的時候 找到了一個相當的 大學的線上的社群 所以我才可以就是覺得說 那我想處理的關係 那 就是 那您會在意 就是 想懂工作的 他可能會扯 就是 您會變得很獨立嗎 就是 對啊 至少不用背那些實力啊 我們受生的實力 有影響 所以就是會更加專精於 您所喜好的一些 應該就是說 也不是啊 因為我的興趣其實是哲學 那哲學本來就很廣闊 所以應該是說 我就比較 我想學校的特色就是說 因為它有 所謂當時叫做鋼琴課綱 所以你就算不想學 你的學習地圖 還幫你畫好 對 那當然現在我們變成 柔琴課綱了 所以其實也跟以前不一樣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如果自學的話 就是你自己要獻你的課綱 對你的學習地圖 完全是一個你的社群決定 而不是教育部幫你決定 我好奇你 你當時是不想把我們社群決定 就連上網路就撞到了 對 就是在 電腦 所以就是國內還是國外 對 國內國外都有啊 十二三歲 當時剛剛連上網路 就發現說 網路上面有很多資訊 那當時甚至連搜尋引擎 都還有一些些東西 所以就會花很多時間去理解 就是最新的 當時叫做什麼超連接什麼 當時都是全新的東西 那所以大家都很熱情的 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分享到 這個叫全球諮詢網的新東西上 當時才93年94年的時候 對 那又因為我要做科展 所以就是所謂的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問題到它全新 我科展的題目就是 人工智慧去做人類的推文 然後把它用機器去做 那所以因為這段目的 所以必須要有很多文獻 那透過文獻去發行社群 再透過這些人 再發行文獻的文獻 再透過這些人 再透過這些人 您認為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你自己沒有好奇心 而全部家裡學的文獻 對 所以 我們消耗練習 發掘問題 還是我們消耗練習 就是發掘問題 很難的事情 不會了 這些唱歌是文獻的 可是如果他很專精跟科學 之後很難的就是 馬上發生了一個問題 對 就是說你如果要是 State of the Art 當然這不容易 但是如果是在學科交會的地方 我舉例 好比像說 現在大家覺得 切偶變簡 是一個問題 全球暖化 那這個問題 存在基本上已經沒有證明 但這個問題到底要怎麼辦 大概你問一百個人 有一百種學講法 那這種形狀的東西 是我覺得最適合的 因為大家都得跟這個問題 相處很久 那相處的過程裡面 你會相處各種的假說 有些假說 經不起前言 有些經責期前言等等 那這種是大家都覺得 重要的事情 你不用去說服大家 這個很重要 對 那像這種全球性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就是 最適合你 如果說 現在發掘性問題很困難 你從這些全球性 結構性的問題開始 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會碰到 就是切後變遷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八十歲了 可是你還震盪壯年 所以 對 所以台灣這個 被淹沒以前 大家想想辦法 對 是啊 之類的 對 就是都是結構性的 而且它影響了一個人 第一個問題 對 據說 據說 還要再等個三四分鐘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可以手動鍵入slido.com 這個網址 會再打 01224 警號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打網址 然後梳理 兒子 或者是直接掃 Tina code 大概都可以進入 同一個地方 那大家就是 匿名的提問 反正大家都還好 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這個是想到 問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那第二個是說 可以幫別人的問題按讚 按讚 按讚就是越高 就浮到越上面 浮到越上面 我就會越想回答 那當然待會兒正式開始 之後 如果舉手他問的話 有些選項都會高規 你不想 所以如果你 碰巧沒有在休息 這個機率很低 如果你碰巧沒有在休息 那 那也是可以去消耗 亂除了 哪有 有 你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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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有 那 你要 哪 什麼 你 你 大家晚安 然後本學期西學會 醫學系西學會學術過很榮幸 在這學期最後一場演講邀請到唐鳳為原 那我們話不多說 請大家以對這頁的掌聲 歡迎唐鳳為原 好 謝謝西學會的邀請 然後剛才如果才剛進來的朋友 我就再重複一次 就是今天我必須要準備什麼一定要講的簡報 所以我會講什麼完全大的決定 那大家決定的方法就是掃這個QR Code 那掃不到的朋友也可以手動介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224 幾號不能輸入 那這兩個都是一樣的一個網址 那在各位的手機或電腦上 就可以直接介入想要我講的事情 或者你們想提的問題 那大概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提的時候因為是匿名的 你想到什麼就提消 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別人提的你也想要遲到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讚的數量比較高的 就會輸到上面 那我會按照就是上面的順序來回答 那最後就是說如果就是不習慣打字 或者是沒有帶手機 這兩個機率都很低的朋友 那也很歡迎舉手 那舉手發問的優先順序 永遠都高過螢幕上面的 所以任何時候都很歡迎舉手發問 那兩個小時的過程裡面我們是到九點 到九點以前我就盡量就是上面的問題我都會回答 那如果就是來不及回答完所有的問題 如果問題開過螢幕 那就先說抱歉 如果問題我都會看 那如果到最近以前就已經問題都回答完了 而且還沒有人舉手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我想是大概不太容易提早結束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slider上面目前就有一個 現在有兩個了 所以大家就是要給大家一點時間打字 OK 那在目前無論如何有沒有兩票的問題 我們就先從這邊開始好了 那一位逆銘的同學問說 現在有一股STEMP 就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教育的潮流 那請問對於這股潮流 以及零巴克剛就是我們經驗 剛上讀了在一年級 七年級十年級的 所謂柔性課的這個中小學納入資訊的素養 是怎麼樣子看的 那我們當時在科法會的時候 我們對於總綱裡面的所謂三面九項 就是九個核心素養 其實資訊並不是單獨的一個素養 它的全稱其實是科技資訊跟媒體素養 這三個是放在一起的 那這個是所謂互動的一個面向 裡面的一個素養 所以這裡面就是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好 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要掌握怎麼樣子去跟人互動 意思就是不像以前 當我們講媒體素養 或者資訊資訊的時候 很多時在講你怎麼樣子作為一個閱聽者 或者等於作為一個資訊的接收者 在以前講到好像說媒體是讀吧 就是Literacy這個字的時候 常常講的是說你作為一個信息的接收者 只是偶爾扣印進去節目裡面而已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子去辨別 這個資訊的偵查什麼之類的 但是在我們作為新客康的時候 我們理解到說 其實media competency 的意思是說 competency as a media 就是大家現在都是媒體工作者的 所以大家要掌握的技術就不是 只是閱聽者的那個技術 而是你要做一個媒體自媒體的時候 也許現在大家很多人在這邊的IG的follower 可能比這個大部分的部位都多了 也是有可能的 現在自媒體是非常的蓬勃 那台灣官評作為人權嘛 那你就算就是到玉山北峰 還是四千恭喜也可以開始播 還是一樣有時 10mw per second 而且越來越知道499塊 那當然在這樣子的一種很奇怪的環境底下 我們就不再有以前那個媒體的 越來越聽者中間接輪二分的增進這種態度 而是說任何人他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 然後都可以傳播給認同這個主張的人 一個hashtag對了 就可以就是擴散 那因為每個人擴散能力都這麼強 所以我們為什麼把這個資訊媒體科技 放在三面九項裡面互動來想 而且放在同一項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再覺得說好像 老師或者是教育部是主要的指示傳播者 其實各位都是指示傳播者 那每一個指示傳播者在傳播之前 也許都應該掌握一些基本的素養 好比像說評論報導 好比像說視察 好比像說多元的觀點的這個所謂的變成 或者是說有一個narrative分數的能力等等 那這些都是以前作為閱聽者 你不一定需要 現在作為傳播者一定需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它跟社會互動是精密的連結的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現在也發現到說 這股所謂的教育小流 它很多是STEM不是專門教STEM 而是它用STEM來解決你工作上面 或生活上面的一些問題或決定 像我自己的辦公室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是在仁愛路三段99號 也就是建國坑石的旁邊 那本來是空軍總部的一個地方 本來是非常就是軍器森嚴的這樣一個地方 有很厚的很高的槍 那現在我們把牆都拆掉了 所以大家如果從仁愛路師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展示櫃 就直接可以走進我們的辦公室了 那所以其實它的感覺已經跟疫情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展示的就是說 STEM就是所有這些工程啊技術啊等等 它並不是要人去配合它 而是這些技術要來配合人 那這個是我覺得作為社會創新 就是台灣當我們講到社會創新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很多技術人員來 每個禮拜三大家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禮拜三從早上十點直到晚上 我們每個禮拜三都有大概十幾個人來找我聊天 那有些人他覺得他有很重要的發明 他就有不只一個發明用東西的朋友來找我 展示他發明用東西 那然後對 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很堅持很主張說 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大使館 讓外星人的飛跌可以降落等等 就是有各種各樣子 有不同舉張的朋友 都可以來這邊分享他的創新的見解 那創新當然按照定義 開始就不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嘛 所以對 那當然有時候就是有一些像外星人的人 其實不是外星人 這個是自駕車 那這個就是大概兩年多以前 然後也有就是麻生理工學院的一些朋友 就是帶來的這幾台 看起來就很像外星人 但其實是三輪車的東西來 那就是說他們有這樣子一個創新 就是可以非常便宜的 開放的原室啊開放的硬體 大家都可以亂改的 就是一種熱高這樣子的原件 就可以組出自駕車來 那他就問我說 他不要上去試乘 上去做做看 然後他說 不過我們還在校正他的 所以他常常會裝到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 你開玩笑吧 但是他就解釋說 雖然我們要說三輪車跑得快 但是其實他跑得很慢 那所以就是比人跑步還慢 所以你就算裝到的東西也不會怎樣 你們是強調的狀態也不會怎樣 那所以 所以就是說他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他再認識到新的科學技術的發明 但是他又不要求社會一定要一下子就來配合他 事實上也不太可能配合他 那這個情況下 才有可能跟整個社會一起討論 這個STEM要用來解決怎麼樣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記得當時我們辦了 大概至少一張廠的那個Mobile2D AXON 就是運用AXON的形式 讓任何不小心在經過花生買的話 然後即使不小心走到隔壁 就看到這一堆不知道在幹嘛的東西的朋友 都可以來一起說 那我們這個星期說要解決怎樣的社會問題 所以像說就有 當時有一對老夫婦 他就是也沒有很老 他可能有10歲左右 他們就買了很多藍花 也有一些花盆在手上 然後他就經過我辦公室看到這些外星生物 然後他就問說 這個政委 你在這邊跟這些購物車在這邊幹嘛 我說這不是購物車 這是自家車 那我想就是你手上如果放很多花盆 什麼東西看起來都像購物車 所以他就說那只要放進去會不會怎樣 我說你必死去看 放進去也沒有問題啊 他承重其實還OK 那我就跟他們解釋說這個是自家車 你只要坐上去 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可以把你載去哪裡 這是他的用法 那他說不是我們不想要這樣用 我們想要什麼呢 我們想要這些菜籃 他們就很一次次 這個就是購物車 這些購物車 能夠我們在建國花市買公司的時候 他就跟著我們走 那我就可以這叫什麼 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可以 他雙手空空就可以一直買花 買了就可以放到購物板上面 然後都不用管這個購物板 為什麼我們跟著他走 然後他就有一個願情就是說 因為他們在電視上看過自駕車 會自動組成車隊 我想說先開始卡車才會這樣 但是我也沒有看過這個概念 就是自駕機可以組成車隊 他們就說 那如果有一台他快要放來了 他應該可以往後退一步 然後再召喚下一台新的空而來 然後他應該組成一個車隊 然後我就可以一路這樣買 然後見過花市買購物 可以買一些玉 買一些古腕 什麼之類的 然後沒有那麼高興 然後最後 他們也沒有要他再他回家 其實就 照一個計程車 然後把東西搬上車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use case 跟華盛領同學員本來想到的use case 可以說是結論不同 沒有要打理是一樣的 那但是 因為社會對他有這個期待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social norm 就是我們這樣子的一種展示的成語 他不是靠STEM的 我們叫做architecture 或者直接叫code 他不是讓code去決定社會要怎麼樣去使用 而是literally general market 就是見過花市了 的這個裡面的人自己去討論說 那有這個新技術出生了 我們這個社會的norm是什麼 應該是這個自家車跟著我們走 那等到這個需求慢慢成形了 那當然不只是這個需求 還有就像說有人說在半夜 已經沒有這個80 已經沒有公共運輸了 那他又不想自己開車 後來已經年紀比較大了 沒有辦法自己開車 那這個時候他希望說無人車 可以當公共運輸使用等等 就有很多use case出現 那按照這個use case 我們再去把它STEM的部分 變成可行的方案 那最後這個方案 我們再用法育的方式 去把裡面比較穩定的 大家比較期待的 能夠把它固定下來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就是社會創新的方向 因為一開始是整個社會都可以參與 然後他解決的是 具體的一些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發想說 如果這些車子要變成 購物車到底要怎麼樣 首先就是一個眼睛就要變兩個眼睛 然後他應該要能夠去這個 跟著誰的時候 他能夠看著他正在跟丟的 不是跟丟的 就是沒有跟上的那個人 然後他應該能夠看得懂 旁邊的表情跟手勢 才能夠這個做一些廢源訊息的溝通 等等等等 所以後來他們就疊代了 就是改了很多次 那慢慢的比較符合這樣子的做法 那像剛剛講到那個在半夜的 就是一輛小的公共運輸的車子 其實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就已經在測試了 那目前還沒有載人 但是明年四月 最快就可以開始載人 所以這個就不是科幻小說 而是我們實際上經過實地驗證之後 發現這個是我們這個社會 最能夠接受的一些用法 那這個時候 技術是用來配合大家 而不是讓大家來配合技術 所以大概就是兩個回答 一個回答就是說 資訊數量應該是以互融為基礎 那第二個是說 互動不是只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而是為了共好 就是整個社會的利益 什麼叫整個社會的利益 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讓大家都可以參與 我看到異國問題 會來比較久一點 因為讓大家參與時間投票 好 有幾位朋友們問了一個方面 應景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抵禦中共對於台灣的滲透 個人可以做什麼 西方的自由民族 會不會被中共顛覆而倒退 這其實是三個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 是有邏輯關係的 那當然就是說滲透 如果要抵禦的話 你要首先知道 到底是什麼滲透 怎麼滲透 然後這個滲透 發揮了什麼效果等等 那目前當然已經有一些方式 包括像說 我們這個常常引用的 台灣事實行業中心 它是一個公民社群的一個團體 那它這邊就會常常去分享一些 目前正在 怎麼講 流行 流傳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有的時候是 對institutional media 就是對新聞工作者的一些恭喜 那有一些是 完全只是想要造成大家對於民主制度的不相信 那有一些是想要激化大家的對立 總之大概都不一定是誰當選 或者誰落選 而是希望大家覺得說 這個社會很亂 民主很亂等等 所以就根本不想要參與這個政治體 那當然有時候牽涉到一些 就是別的地方的這個案例等等 所以像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事實查核報道》第204個 《網站文章》指稱 香港暴徒的仇老曝光 所謂的殺警 最高給兩千萬錢 那像這個其實在當時的社群媒體上 確實是有流傳 那所以這個時候 事實查核中心就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個它可以追溯到這個訊息的源頭 那這個訊息的源頭 叫做中央政法委長安檢 那個是一個微博帳號 那這個微博帳號是由中央政法委 就是中共的主要的 政戰工作的那個帳號 所傳播 那它中間經過很多二手三手的加工 所以本來在中央政法委 可能是就是只有 這樣子一則訊息 然後配上一張所謂的照片 但是當它二次三次轉傳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感覺上就很有說服力的這個文字啊 就是好像要做症狀之號的這樣子的一個文字訊息 那但是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有視察俄中心這樣子一個民間單位 所以第一個它可以attribution 就是去找到最早的這個來源是什麼 那第二個它可以去告訴大家說 具體的為什麼這個是假的 比如說這個telegram群組 上面所謂的這個招募組啊 現在是用漢語拼音 那其實如果在香港就是抗議的朋友們 大概不會花時間去用漢語拼音 那它真的加入之後 看到裡面都是一杯色情照片 原因不明 然後就是事實上就只有不是真的 那另外它援引的所謂的照片 其實本來是路透社的 那路透社並沒有講任何中央政法委的度說裡面 所說的那些文字 事實上在路透社本來的報導裡面完全找不到 對它挪用了路透社的照片等等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其實就是跟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資訊媒體科技素量沒有關係 因為當你看過了這樣一份事實上的報導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以學會這些新聞方法 來去判別說這個來源到底是包裝過的 或者是虛假的 或者是甚至惡意的的一些資訊 等於是說你不是只靠它來告訴你說 這一則是中央政法委的一個 政治作戰的一個訊息 而是說以後你碰到這樣子的所謂認知空間 作戰的學習的時候 你就比較知道說你要看哪些地方 大概就比較能夠知道說它的傳播路徑等等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個公眾教育的這樣子一個作用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呢 當然可以多看台灣市場和中心的視察和報告 那重點或是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那個當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是它這套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講我可以學習的一套方法 那只是所以是它的方法 那個人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TFC其實是很仰賴大家的就是出錢出力嘛 那其實在LINE上面也有同樣的一個叫做訊息查證的一個看板 那大家在LINE上面本來也就有訊息查證的帳號 他們的一個官方帳號 那你只要去就是說 這個你看起來像是假訊息 那它就會去送給這四個民間的組織去進行查證 然後再把查證後的結果 在LINE上面再回到大家的就是手上 那這個為什麼就是必要的 因為當然是點對點加密 其實色訊以前一般是找不到的 也沒有辦法就是由國家的力量來開採 以外下面的訊息 那就算LINE公司自己都說 它不知道就是大家之間的訊息到底傳了什麼文字 不過貼圖是知道的 因為他們賣貼圖嘛 那但是除了貼圖之外 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就像垃圾郵件一樣 如果你不靠使用者自己去舉報 自己去要求澄清的話 其實這個平台能夠做得非常有限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處理做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是選舉季節 所以就是比較應景的就是 2020總統候選人事實查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也是我覺得蠻好的一個概念 因為它結合了剛剛講的有視察和能力的一些媒體 那這些媒體當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所備範圍 那有一些選擇的單位 那當然重要的是這邊可能快要上前衛 我已經上前衛的鄉民們 那這個大家的名字都一些怪怪的 對 什麼什麼這個大總統其實是營養師 對 台語小精靈打客語也沒問題 然後有一些阿票語嘛 然後還有這個顯然是大學生的 期末報告快遲掉還在打燭自告的人 等等就是非常的 對然後這個阿票語這個出現了非常多次 對那所以就是這些網友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做什麼 就是把所有這些 這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每一個公開的 不管是他在政見發表會 或者是他在媒體受訪或等等的情況 都做成數字稿 變成數字稿 用序號序號數字稿分斷 裡面去標準的查證內容是哪些 然後而且說那哪些也許需要這些查核媒體來查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從他們參選的公開談話裡面 目前可查證的錯誤的訊息的數量 那大家就可以一個一個去看說 好比像說這個蔡總統會選人說 這個大橋會長任內第14次來訪問台灣 這非常多是我們肯定 但是鄉民就說其實他至少來了19次 對那這個就是一個事實上的錯誤 那就被鄉民發現了就可以糾正這樣子 對那另外一位我就不花很多時間 對那總之就是這事大家都可以幫忙 不管是你幫忙拉出資格 幫忙焉塵幫忙去找出這個裡面的錯誤等等 那這都可以就是花大家一些時間來做 不過其實我對這個送候選人 OK所以他目前只有一個這個就是事實上 像副聯會還沒有交出370億元 OKOK 但總之就是說他這個都不是 理論上都不是斷章學 因為他每一個都可以追尋到他的處處 那你如果覺得搞錯了 你可以按我要回報 然後跟這個主責媒體就是問責 告訴他說你可能搞錯了 像說我記得就有一個相名說 這個韓候選人說佛家有一句話叫做一張上游 那他主張說佛家沒有這句話 那後來經過多人的查證之後 發現其實他講的是逆增上游 那是一個佛教的概念 就是大家給你的恨逆是一種考驗 讓你能夠增加你的就是做人處事的道理 等等叫做逆增上游 那可能他翻譯不是很標準 所以就是說每一個你如果覺得這個茶茶和雲你誤會了 那說不定才是民主素養深化的時候 因為大家就可以就是人士來做一些討論 大概是這裡 那最後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 會不會被中共顛覆而倒退 那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叫做Civitas Monitor 那在這邊就會不斷地去看 因為各種原因而倒退 所以不管是因為滲透還是因為就是他們在假訓西方 危害防治上面採取了一個捷徑 就是去削弱新聞自由等等 那只要是有就是新聞自由 人權集會接受自由等等的倒退 那就是這個管轄力就會在這邊扣分 那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周邊 事實上整個亞太印太現在一路到非洲 那我們大概跟我們可以作伴的大概就只剩留西蘭了 就是只有這兩個地方是所有的fully open 就是他沒有因為最近這一波的各種各樣子的假訓西 或其他的認知空間的一些工作 而因為這樣的關係犧牲了他的公民自由 那這個是在我們這個區域確實比較受見的情況 不過一些比較老牌的就是 加拿大或者是北歐的一些就是傳統的 或是頻道等等 當然他們目前沒有受到很大的威脅 就是他們國民空間並沒有倒退 但是在我們附近 確實是倒退的速度令人優勢 那所以他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告訴旁邊的這些其他國家領域說 也許一時之間你覺得只有靠就是行政權獨大 或者是收緊言論審查才能夠對抗假訊息的危害 但是本來的空間社會足夠恐怖發展 像我們剛剛講到我們一個就是空間社會的一個概念 叫做cofans 那這個就是在有台灣事實場合中心 或者LINE有那個儀表板之前 就已經存在了一個就是確定第一的一個專案 那所以他的概念就是這個是一個LINE的機器人 你只要看到謠言就可以轉給他 他這裡要講並不是特定的歧視了 就是他各種人生都會就是問題 那所以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先從這個機器人開始 即使官方還沒有使用這樣子的技術 這邊也可以有很多就是你可以看到最近的 大家就是公民的回應 然後以及哪些已經回覆 然後就是最多人詢問的訊息是哪些喔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我這一頁就不停太久 因為就可能會精神污染 但是大家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說 在LINE上面最夯的謠言大概是哪些 那所以是因為這個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那最後去LINE的CBSR部門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要做的事情 等於公民社會先做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那LINE再跟進 所以cofax這個專案 對周邊的管轄領域其實是很有幫助 你如果把S拿掉變成cofax.org 你馬上就進入泰語的版本 對那因為這個也是跟剛剛那個自家扯一樣 它是開放原始 就是說你如果拿去改作的話 原作者不會告你 因為他拋棄到大部分的著作才存存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泰國的朋友們一發現 那有這樣的做法可以做 他們馬上就可以有一個泰文的版本出現 所以慢慢的就是 我們就可以去證明給旁邊的管轄領域 看說你不需要犧牲到原來的自由 你不需要讓公民社會萎縮 你可以反而靠著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大家都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呢來擴增你的自由民主 你不需要犧牲自由 你也可以保衍民主 特別是台灣對你附近的管轄領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示範的作用 有請問你們想要問說 先前這個沈教授提到的資訊站 想請問我怎麼看 政府是不是有合適的反制措施 需要避免踩到違背言論自由的黃線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就像剛才講的 大部分政府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是提供給新聞工作者足夠的素材 然後擴大所謂新聞工作者的這個範圍 也就是讓任何人都可以作為一個自媒體 能夠contrib 能夠貢獻進所謂的新聞工作 那這個其實因為教育部的每一個主要的素養都有它的一個網頁 所以其實我若沒有記錯的話 他們也有一個叫做mlearn的這樣子一個新的剛上線的網站 那這個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不管是國小國中就是中小學 或者是接下來的中生學習數位課程專題演講等等 去讓任何想要學習這樣子一種新聞工作能力的朋友 能夠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去共享能力的資料庫 那當然也有像紅道黨基金會等等 他們的工作就是在樂園學習 或者是在轉譯這些知識 讓因為長輩發長輩圖其實如果一直被他的晚輩說 其實這個是不實訊息 其實他在家裡的這個相對社會地位也會降低嘛 那所以他其實很多長輩也很有這個興趣 去寫許說怎麼樣子反過來 使他可以分享一些正確的圖片來做這晚輩 這樣子他的社會地位就增加了 那總之這樣子的做法他會 就是去在每一個不同的學習場域去散播這些數位課程 但是重點是大家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這些本來互相可能沒有連結教學資源的朋友們 能夠彼此非常眼前 所以這個是政府花非常多信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都不是靠著政府的說法作為為敵的官方的說法 在一個就是Liberate Democracy 一個自由援助的制度裡面 本來政府的說法大家也是要覺得說 原來有沒有別的旁證 有沒有別的東西來作證等等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在過程裡面就已經公開 而不是到有人來問的時候才公開 那因為你如果或者裡面公開的話 那就比較難造假 如果有人來問的才公開的話 說不定給的是片面的資料等等 所以我們在做開放政府 大概都是靠著就是有資訊站的情況下 我們在這個資訊站的情況裡面去用誠信 就是我們平常就會看我們做的事情 來應得大家的信任 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種微信 就是不是那個傳訊軟體 就是威權的方式來要求大家相信政府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我的office hour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任何人來找我聊天我都同意 但是跟我聊天的人都必須答應說 那我們講話的就是整個內容都必須公布在我們這個 激進是透明的這樣子的一個網站上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三年以來我擔任社會政委 那跟4831個人扣掉我自己講過話 那講過23萬2000多句話 那在1000多次的會面裡面 那這個會面不只是跟民間社訊的會面 那而是包含跟遊說者的會面 包含跟國際媒體的會面 包含跟我們行政院內部 只要我當主席的會議 所有這些都被主席記錄下來 而且不是像會議記錄那種是記家要 而是像12年國教性課堂推動專案辦公室 想要來學習怎麼做開放政府的工作的時候 那是每一個人誰想講的哪一句話等等等等 那是每一個都可以簽索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它很容易被混搭成為新的教材教法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的應用 我在這邊看得到都已經靠起著作權 所以就隨便你怎麼用 但是我又不會被斷章取義 就是如果有人要斷章取義我的話 它首先就要跟這個網站很容易被搜尋引擎找到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看到完整的 context 所以如果大家要斷章取義我的話 那就好像說如果對這個之前的作業 在新時期時代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不同的見解的話 那你就會很容易找到我跟中央社的採訪 那我就會開始解釋這個 新時期在約旦河不是比較早 但是原廠文化、大噴噴文化是比較晚 然後什麼就是開始上一些這個地理學的地質學的知識 什麼莫茨最大兵器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對 那但是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每一句話或每一個字 它都是我們叫做有互聞性 就是Introductuality 就是它比較不會被化約成 大家不要提下人的那一句口號 因為不要提下人的那一句口號 你來這邊檢索或你在一般Google檢索 其實都會找回這個脈絡 所以大家都有重新發現脈絡的這個可能性 那當你有重新發現脈絡的可能性 你知道每個禮拜三都可以拿這個脈絡來問我 那或者是一些方式給我 我都會親自回 或者在推推上面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提到訪問就會不會很開心 那等等的這個情況就是 我會不斷地就是親自來回大家的一些詢問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資訊站很難波及我 因為關於我的事情大家隨時都可以問 那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你是在PT上要召喚他 他非常好調就是在底下都會推文 那最近我終於這個登錄到已經五百次了 再八塊板就可以回文了 那所以我都可以自己回文貼出資訊 在這個情況下 那其實很難有就是不時的訊息傳播 那第二個是說那些來lobby的人 就是來倡議 或者是來為特定的企業說遊說的人 那他已經知道他會被完全這樣子公開 所以每一個人來這邊講的都是全球永續發展的目標 對大家都知道好處沒有壞處的事情 因為他如果只講對他跟我有好處 但對大家都很壞的那種事情的話 那基本上在這個上面就會聲明浪跡 所以基本上我也沒有辦法被關注 那這個都是很多實際上所謂的radical transparency的一個好處 所以要不踩到所謂違背東方自由的紅線 有一個前提 就是大家所具以立論的那個基礎事實 一定程度上必須來實施共享的 那累積這些基礎事實 我所知道的兩個最好的方法 一個就是在過程進行的時候就是公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在謠言出盛的時候要快速的澄清 但是這個澄清大家可能也有看過過一些研究 就是如果這個澄清它本身只是我們現在叫做達列 就是說這是錯的 那其實往往反而固化那個人的已經有點被影響到的這個想像 而反而弱化這個澄清的可信度 所以現在在行政院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們是在兩個小時之內用兩張圖200字來澄清 那很多部位都已經能夠做到60分鐘之內澄清 但是它的澄清都必須經過一道手續叫做民營工程 那民營工程的意思就是 有點像基因工程嘛 就是民營工程的意思就是說 讓你忍不住就會想要分享的一些訊息呈現的方法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民營工程的一個作品嘛 當時有過這樣的一個謠言說 七天之內有染髮燙髮 連續染髮燙髮會發100萬 這樣的一個謠言 所以這是假的 那當時我們的這個民營工程的大師啊 就是福神商院長的小編曲 就說就算我現在沒頭髮也不會這樣懲罰大家 然後有一趟小次說 其實我們是藥機場上標識的規定 是2021年才開始啊 然後呢就有一個現在的院長說 你如果一周年一直染髮頭髮 我會上荷包 但是會上頭髮 嚴重的時候就會跟我一樣啊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民營工程的意思 是因為它很幽默 而且它開自己玩笑不是開別人玩笑 那這個情況下 它的擴散度就非常高 如果你現在找這個染髮營工法款 你絕對找不太到本來的謠言 你找到每張圖大概都是這張梗圖 那這個梗圖又很好笑 所以以前表演會擴散 很多都是靠你看到會很憤怒 那憤怒其實可能會有無力的感覺 你會想要做點什麼 所以只要按分享 分享就變成同仇敵開 那同仇敵開就是所謂的出征嘛 那出征就會變成一個很正向的一個感受 但是對這個就是分事討厭的好處都沒有 那但是這種梗圖就是讓你一憤怒的時候 你會想到這樣子一張梗圖 然後就會很好笑 那很好笑就 忽然沒有那個憤怒的動員的力量 因為其實就一笑致辭 那在一笑致辭之後 並不是說你就 要去滿想一起的人員的說法 但是你才有那個心理上的餘裕 去找說 那到底所推出來的是 怎麼樣的標示規定等等 那如果當時 憤怒到憤怒的這個路徑 沒有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靠著更多來澄清的話 那你如果過了四個小時 甚至過了一天 再推出這個就沒有什麼用了 因為大家一想到就是很分開的 這樣子一種感受 所以就像在那個感受 還沒有非常viral 就是沒有很感染到很多人 在情況下就要先去用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來確保在傳染路徑裡面的足夠多的人 都有預防接種等等 所以各位懂的就比我多了 那所以大概就是 我們是採取一個公共衛生的比喻 而不是一個戰爭的比喻 來處理像這樣子更多澄清的事情 那以上是朋友 目前我們一些基本的想法在 那有11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想請問對於PTT上面網群帶風上的曾經有什麼看法 對於PTT風扇不讓大家註冊的應對方式有什麼看法 以及現代的社群網群人如何應對這樣輿論操作的手法 所以就是三個問題 對 我自己因為在PTT上面太好調了 而且我都是用證明出現 所以其實不太有人會來帶我的風向 因為沒有什麼用 就是因為風向它是建立在很多匿名的帳號之間的 彼此之間的互動 但是當這個當事人就是隨時都會 就是來PTT它叫踹空 就是都會自己推文 或者現在我終於在八塊板被自己推文了 那其實像你看我們最近幾篇 這個就是新時期時代 或者是現代智人 但那幾篇大概都沒有任何人帶風向 有的話也只有一樓而已 那為什麼沒有呢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說我自己很快會回 然後我自己再回來會退 那所以帶風向的意義就不大 因為不是一堆秘民的人在那邊吵來吵去 而是一堆秘民的人跟本人 那跟本人上面有什麼好吵的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它是一個症狀 它不一定本身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可以背帶風向 它是表示關於這件事情的厲害關係的當事人 沒有足夠快的速度來反應 像剛剛講的兩小時什麼反應的那樣子一種誠信 就是快速澄清來建立自己的就是誠懇的這種態度的這個能力 那所以這樣就會有極可乘 在這個有極可乘的window裡面就有帶風向的空間 像當時就是柯拉斯主義黨的發言人建立這個兩小時的回覆之後 我們就發現關於各部位的業務帶風向的情況就降低非常非常多 這是今年的事情 那但是呢在周末帶風向就開始增多 因為他們知道工人員不上班 所以我們在周末沒有那兩個小時澄清 所以有時候要去實際問業務單位嘛 業務單位那時候就是這次的放假 對那所以這個突然間周末就帶風向的就變多 那當然後來就稍微改了一下編制 還要輪班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對公務體系是很大的負擔 不管在人力上面還是在就是你什麼東西都要做成垃圾 什麼東西都要做成圖卡上面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那其實任何議題都有可能會帶風向 所以在我們目前看起來這個就是必要的事情 那不是說就是我們全面打有感疫苗就有感不會爆發 還是會爆發到一個程度 但是你不做一定很早 所以大概是用承受這樣子的態度在看 那對於PTT特定平台 當然我沒有辦法干預任何平台的帳戶 或者是辦理我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過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剛好有一個叫Timo的一位朋友 那他剛好在2019年11月13號來訪 然後有非常具體討論說他所經營的那個 他沒有講名字的那個平台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驗證來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人 所以他們在找尋各種技術上面的方法 來讓不要違背這個非營利益為目的的這件事情 但是又至少讓18歲以上的朋友 能夠一定程度上面去做成份的延伸 那我因為答應他不要寫出他的平台的名稱 但是大家也可以參考 對那所以這份主資料裡面最後是歸結到 比較簡單的方式其實是刷一塊錢然後雙對 那這個當然還是有一點門看 就是你至少要有你的銀行發的有信用卡 號碼的提款卡 對但是這個對18歲的人 以上的人來講並不是很苛求的一個負擔 基本上應該是做得到才對 那所以他們是覺得這也許在短期是那些比較可行的方法 那所以他們現在我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我的印象他們就是去判CSR 因為這個在銀行段或在第三方支付的那個 就是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那邊它是無力可圖的 因為你要刷退他沒有收取費可以賺 零的不管其他的都是零 那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那這個電子支付機構 至少它可以有一定的廣告效果 因為它是食物責任是很大的 那所以也許它可以用一定的廣告效果去換 運用這種信用的方法來去做自然人成分的這個變成 所以這是11月13號的進度 目前進度到哪裡我就不成為金屬 因為他們也是來找我聊過一件事情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現在社群網站要如何應對這樣子的 輿論操作的一個手法 現在大部分的社群網站其實都是靠著群眾的智慧 就是如果你覺得哪些是假帳號 那你大家都可以檢舉哪些是假帳號 那隨著它收到很多的檢舉 那就可以去花它的就是圍運的能力去分析說到底哪些帳號都是同時上載 或者是9點到5點在能源波紋或什麼之類的 那之前其實PTT的系統戰防已經找出了很多這幾批 那很多都已經被刪除上號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他們是有這個能力的 他們為什麼現在還在就是阻止註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如果一直容許註冊的話 那個量高過他們系統的維護的就是人員能夠處理的那個量 所以等於是說今天好不容易清早要的 那又不來以它對你來加帳號 但是當這個帳號的身份認證也許可以做到一定的可信度 那它又能夠解決它對你各自因此的一定顧慮的話 那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也許就可以比較恢復註冊 或者限制每天可以註冊帳號數量等等 那就看他們的處理的速度怎麼樣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就是不要讓單一的一個控制者 能夠一次去營造非常多的帳號 什麼樣作為主要的目的 那這個就跟發Email一樣 就是我們不是說哪些管轄領域特別會發垃圾郵件 我們就不准那個管轄領域的人發垃圾郵件 那個是剝奪他們的基本的通訊權 但是我們會說在那個管轄領域裡面的某些 ISP就是某些能夠發電子郵件的一些假照 如果它開始發給10萬人 那內容都差不多 就是說我是某個皇室的誰誰誰有什麼五億元 你知道付什麼兩百萬的手續費 借我一個帳號什麼之類 我就會先問到你的領域等等的這些詐騙手法 這個在20年前非常的普遍 那blog還會轉型就會繼續操作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比較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社群的夥伴 那會每次看到這樣子的垃圾郵件就檢舉 檢舉之後就放到類似台灣市場的中心 叫做spamhouse的一個地方 那這樣子統一一份郵件在寄給第10萬01人的時候 就會跑到它的垃圾郵件子郵件 就會跑到它的收盡下去 那你若時間太多 當然還是可以翻垃圾郵件子郵件 但是大家都已經多多說好相信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就是社會部門 就是完全靠支援者組織下來這個部門 其實有能力去看這樣子的innocentric behavior 就是假冒的帳號的流向等等 所以我想我們在做垃圾郵件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先例 台灣也沒有通過任何專門針對垃圾郵件的法律 但是有像兒少保護法裡面 就有像Idlewin等等的這些機構 來做這種一臂之搖的在社會部門 去進行一些管理的一些朋友 那這些大概都是就是輿論操作手法 只不過是這些裡面的新的一波而已 它的主要的困難就是以前散步的沒有 現在就是靠同手離開散步的那麼快 但是它的本質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大概類似的解決方式也是可以繼續去解決 那有一個朋友有一個很好的學問 就是台灣市查核中心 其實近年來非常重要的網路訊息澄清平台 也常引發人一些批評 例如像說查核中心本身不夠透明 協作者的身份位置政府是否介入 是否偏向特定政治立場 替執政者擦脂抹粉等等 看能不能夠釐清上述的疑慮 那如果一般公民想要參與的話 是不是可以跟總統就是那個候選人支持查核計畫一樣 不設門檻 有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後面的這一段 其實像剛剛講的Line 它四個partner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像說萊姆酒 吐司 就是Lumers & Truths Michael Penn 這個都好像不是你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 甚至它就是幾個固定人 在一起在那邊做一樣的這個工作 那像Cofet就是光譜的另外一段 就是任何人都會加入 只要禮拜三回去找他們一起吃披薩就可以了 那所以就是看維基百科一樣 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那台灣史查核中心其實是介於這兩個中間 就是它的協作分成兩區嘛 一區就是你可以去有一個申訴專區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去flag 就是去說哪些東西值得他們的查核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去擔任他們的工作者 那這個當然就是你需要想要多的時間 劃在那個上面 那你如果這兩個都比較不願意加入的話 當然也可以針對某一個你關心的市場的報告 然後在底下去補充更多的資訊 那其實它每一個底下都有討論版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當責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就是每一篇都是可受公平 它也不會去刪除那個留言等等 那當然裡面就是不乏謾罵等等 然後它如果查核一個政治勢力 另外一個政治勢力就會在底下拍手叫好 然後那個被查核的就會覺得 這個一定是被抵對政治勢力控制 那不過因為它很公平的 就是查核了各個政治勢力的謠言 那所以就是當你看到台灣市場核中心 被那麼多不同的政治勢力抹到對面的顏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它還蠻公正的 那當然你要怎麼樣 就是跟任何非營利為目的之組織一樣 你要怎麼樣去確保它的責性 當然一方面是它是國際的網絡 ISDN就是國際市場核網絡的一部分 所以你如果發現它做任何事情違反這個 國際網絡的查核準則的話 那你完全都可以去跟IFCN去說 那你應該取消掉台灣市場核中心的會員資格 那如果它取消掉這個會員資格 它就不再能影響好比上說臉書也有算法 因為目前它查核是錯誤的 在臉書它流傳的速度就會被抑制 因為在大家的時間軸上就不再很容易看得到那一篇 它沒有查假但是會有點像進入了資料假 就是降低到本來不到五分之一的傳播力 那所以它對這個平台的居住力 是因為它就是遵守IFCN的這樣子一個原則 所以它一旦沒有這個原則的話 它其實對跨國平台也就沒有居住力 所以在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不歡迎也不接受政府、政黨、政治人物捐助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其實你要影響它真的不容易 因為就是你要分散成很多99萬元 而且只要一看起來好像是有分散捐款 自以為委員會就會開始討論 然後就會公開在本網站一次徵信 所以它的徵信其實是對大部分的NGO來講 比一般的NGO還要再嚴格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2019年目前為止 只有一家捐了它一百萬 所以當然2018年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又發起一個節目了 那所以他們還有一點點錢可以稍微撐一下 但是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你光看它的全跨人跟它的英語團隊 跟它的市場和政策 大概就知道說它的工作如果是偏向的臨戰黨或黨派的話 它很快的對於演算法的控制力就會消失 那會有這樣子的市場和平台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這些跨國的平台需要一個 能夠相對總理不被任何特定的編載報導影響的媒體工作者 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就像大法官一樣 就是為什麼大法官大家相信大法官會議做出來的 包含它的共同意見不同意見是有價值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很少犯錯 他們很少自想矛盾 他們很少犯一些就是國籍上面的謬誤 那它有很長的這一段歷史在前面 所以但是如果你發現大法官會議事實上 做出一些思想矛盾等等的事情的話 那忽然之間它就會喪失他們的正當性 那所以整套大法官的組織的方法 都是在確定說它能夠維持這種前後一致性 那所以他們市場的中心也是在一個很類似的狀況 就是當它一喪失這個前後一致性的時候 那它所隨之而來的這些社會形容 不是那個社會形容 是我們這邊的意思的社會形容 社會對它的相信就會消失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再有 就是它現在有的這樣一個位置 那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公民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些參與的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去發錢 像總統候選市場合計劃這樣子的工作 那這樣子的工作其實對於台灣市場合重新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越多這樣子的第三方能夠提供的這些查核資料 他們的查核員在工作的時候就可以越快的 就是找到他應該要往哪些訊息去做查證的這個工作 那等於是大家幫他做的準備工作 所以其實你不一定要加入TFCC 那畢竟是一份選職的工作 你也可以再透過像市場合計劃等等的方式 就是去補充他們的不足 讓他們再看到一個新的就是資訊站 或者是一些資訊操作出現的時候 能夠很快的去找到訊息傳播的路徑 那這個本身是沒有門檻的 所以大概先就這樣子來回答 有些人們問說 像請問我覺得怎麼樣的人適合在家自學 而在自學的過程裡面什麼值得注意的技巧 才能夠達到深度以及有效率的自學 其實我自己是從1995年就是我14歲的時候就自學 那當時我其實有點抗拒在家自學這個詞 因為我很少在家 我都是跑去大學旁定 或者是跑去老師研究室台港 或者是去就是總之就是在家 那但是這就好像怎麼講 好像我的這個辦公室一樣 就是當時我在這個辦公室上班 那其實大家當年書店有記的有一個新聞 就是我的緣區上班被報道成在家上班 那就是因為我每個禮拜只有禮拜一禮拜四進行正月 其他時間只要我可以的話都在巡迴巡台灣 已經在就是社窗中心這邊等著大家來聊天 那所以當時被報道成在家上班 我也覺得很奇怪怪 因為我就很少在家 那但是後來就是在這邊待久了 那這邊就有一個社群 那這個社群就 而且一直有很好吃的東西 因為有個大叔叫史拉魯 他會一直做非常好吃的東西 那當然也造成一些職業傷害 不過最近有稍微減重一點 但是不論如何就是說 因為這邊有非常好吃的東西 一直到半夜起一點都會有東西吃 然後又一直有很有意思的社群來這邊辦活動 所以慢慢的也有一種 那這個社群也像是一個家 就是碰到未訪紅的這樣子一種感覺 所以現在我聽到有人說 當政委在家上班我就不那麼抗虛 因為對這樣子一個社群已經有一種認同感 覺得說好啦就是我的族人嘛 所以說我在家上班也沒有那麼做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自學 他的目的並不是在跟別人喪失社會連帶 而是不要照著學校所交的那種知識地圖 去展開你的學習的歷程 等於是說你的技能術要長得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自學就會有虛動力 那但是為什麼人生說要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當然有一些不同的情況 然後比方說我自己是因為我14歲的時候 當時做中小學科長 那我剛好做了一個題目 叫做電腦哲學站 就是用AI去做了幾堆論 那要做這個的話 其實學校是完全沒有教的 不要說是中學了 可能當時同學都沒有教 那所以當時就是所謂結論科技嘛 那怎麼辦呢 我就只好到現場去找社群 那後來就給我找到一個社群叫做Archive 那台下還在 真的蠻好的 那所以在這上面其實就有點像是BBS 或者是迪卡 這種留言板 那只是說在上面PO的就不是廢文 而是論文啊 那所以裡面就是像我做AI的話 我就可以隨時都可以看到 最新的還沒有送到期刊裡面 還在同裁室查階段的 他們叫preprint的都可以放在這上面 那我只要在上面找到我感興趣的題目 那當時我就是直接寫信給這些人嘛 就好像哈戰點信一樣 那因為他隔著裡面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也不知道我其實因為很爛 查自己查了很久才寫得出這封信 那他就把我當另外一個研究者 所以就可以就事論事地開始跟我進行討論 那有的時候還希望韓語拼音寫回來 原來我根本就不用查字典 因為我根本就會說中文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 因為你開名字猜不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當你被納入一個學術者群 而且被認定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一些貢獻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這個自學的方向就不完全需要你自己來決定 而且這個學術者群決定哪些題目是很有意思 就是做的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成你的一個共同目標 那因為這些題目通常是結構性的 所以你只要能夠幫一點點忙 都是在幫整個學術社群忙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會有 像剛剛講的就是在家自學的情況下 覺得你一定要滿足很多人的特質 你才能在家自學 因為你不能滿足那些特質 你的社群都可以幫你補足 像說如果你就是比較不希望 這個你的學習的過程裡面被人打擾 那在學術社群裡面總是有一些第一線的工作者 會幫你收紙質化的跟量化的資料回來 或者反過來講你在工作的時候 就不喜歡待在就是桌子前面 你就去希望到處跑 那這樣在社群裡面就會有人幫你去分析 你所產生出的這些就是第一手的資料等等 那所以交流這個社群我覺得就適合在家自學 那如果沒有一個社群的話就很難在家自學 因為在家很難去規劃到一個 你要解決的問題是大家都感興趣的這個情況 不過我希望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不管你關心的事情再小眾再偏門 就算是一萬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會關心 因此你的鄰居完全都覺得自己是不重要 但是在全台灣也就是2300人還滿多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只要上線找到正確的關鍵詞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萬分之一才關心的這個題目 在台灣這2000人正在非常活絡地討論著 那這個時候就不會覺得孤單 那這個時候自學就變得有可能 所以這裡面我剛剛就是很快就這樣子講 大概就有三個技巧 一個是說你把你自己感興趣的自發的這個好奇心 能夠找到製同到的這個社群的這個發現的這個技巧 那第二個就是說當你發現這個社群的時候 你總得融入吧 就算寫一封很報不清楚狀況的信 或者是就是亂迫一個這個錯誤的 錯誤的回答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維基的 Wiki的發明人 叫做康尼恆 還有一個康尼恆定律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PO一個問題 沒有人回答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在網路上PO一個錯誤的答案 所有的專家都跳出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要能夠就是釣魚啊 釣魚的技巧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能夠把你的錯誤的答案 弄到四射的飛到一個程度 我就是鼓勵大家造假 但是就是說去把自己初步的想像 分享出來 然後讓專業者這個人不知道要跳出來 批評你 那這樣子你一下就知道專業者是誰 然後就可以跟他們這些理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第二步就是互動的部分 那第三步就是共好 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那但是呢 我們要解決的是一個 共同的結構性的問題 好比像說聯合國文學發展目標 就是一個 如果你現在暫時沒有方向 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說 現在有169個題目 分成17個答案 那大家都在想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從一些比較簡單的 但是還是沒有做到的 好比像說終結全世界的貧窮跟稠惡 那一路到很抽象的 就是確保公平正義和和平 跟初期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從最具象到最抽象 看你對就是社會的進步 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環境的永續感興趣 那大概都可以在這一位的這個目標裡面去找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對應到Hashtag 就是說如果你對 好比方會循環經濟有興趣 那你只要用SDG12 或者G12 那你馬上就可以找到 一堆一堆休環經濟也感興趣的人 甚至到西向目標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 應該是下一期的USR 就是高校成本裡面的大學社會責任計劃開始 每一個USR計劃都會用這些 我們續發的目標來變化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在國際的社區裡面 一下就可以找到 至同道德 即使你是全台灣唯一做這一個西向目標 169向的人 但是你在全世界還是有幾千個人 跟你在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第三部分 就是達到共同目標 那因為永續看的目標是2015年 他們問了全世界上百萬人 那這100多萬人裡面的願望裡面 沒有彼此衝突 而可以彼此加強的部分 變成能續發展目標 所以幾乎按照電影 將要做這119的題目之一 你在全世界都是只有朋友 而沒有敵人 那這就跟其他就是聯合國主義的案子 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都以能續發展目標 做了我們社會創新的共同所以 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到全世界都還是可以說 我們在這邊解決的問題 都可以也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個網站叫 si.taiwan.gov.tw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一方面去分享 台灣正在解決這些問題的人 到底是哪些 但是二方面也讓國際的朋友 他只要隨便按一個鍵 就可以看到 就是全台灣 大家到底現在 每一個城市正在關注哪些問題 然後每一個正在關注這些問題的 是為了什麼理由在關注這些問題 然後以及每一個在做這些題目的朋友 目前正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些題目 那只要就像點菜點歌一樣 就是像非洲要辦一個社會器人世界論壇 那他就可以邀請我們這邊 專門解決廢解核的朋友 那他們怎麼解決呢 透過AI的方式 讓篩檢本來需要十美元的 變成一次只要一美元不到 就可以透過AI的方式快速篩檢 這邊有沒有廢解核 那這個題目就是非洲那些朋友特別需要的 所以就直接邀他們過去 那過去之後就可以開始 台灣可以邀請來 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就不會因為台灣非洲的 其實就不太多了 還是有一些 但是就沒有那麼多了 而覺得說 那跟我在做同樣題目的比較少 他可以說 那我透過SDG很明確的就是 就是Communicable Disease的這件事情 在2030年之前要降到20啊等等 但這件事情他用這個目標去找到 全世界正在做這個題目的人 那這個時候自學者才可以覺得說 那我在每一步都對社群有貢獻 而不是一定要我要做到百分之百 才對社群有貢獻 甚至我失敗對社群有貢獻 因為社群學道說要這個做法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等等 那只有這個時候我覺得才能夠達到 深度有效益的自學 那這個大概 我們這些想法都已經寫到 少年國教新課綱了 所以新課綱就是把 以前實驗教育 實驗出來有效 而不會有什麼副作用的東西 整個變成我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剛剛講的字法 不能夠好等等 大概都是在實驗教育 確定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就等於把它寫到 國民教育裡面 大概是真的 那有七位朋友們關心這個 對於中國人臉辨識 以及社會信用的制度 就我的觀點而言 以及目前的進展 究竟已經進行到何種程度 當然就是說 社會信用這個詞 其實在對我來講 為什麼我提到這個 中共的社會信用都用簡體字 就是因為這已經完全不是我們平常用社會信用十個字的用法 那在我的推特上面好像有朋友有給過我一些指教 就是我之前有貼了這樣子一份現在職人的訪談 然後就有朋友問說這個 可是你提到社會信用為什麼要用簡化字呢 那我就回說這個我盡量理解 但是你要了解到說 人家叫社會信用的這個體系 跟我們這邊的社會信用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這邊講到社會信用的時候 講到的是社會上的互信 那你也許想到信用合作者 也許想到儲蓄互助者 也許想到可能是有一個標會 那大家在標會的過程裡面去把大家都會還錢 總之當我們提到社會信用的時候 我們想到大概就是跟公共沒有什麼關係的一些事情 那但是他們重新定義了這個寓意 所以在他們用的社會信用體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脫離國家監控的那個概念去想社會信用 因為它已經把社會信用體系定義成 就是讓你能不能夠使用一些公眾服務 或者是能不能夠搭一些車子 或者能不能夠買機票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它已經跟我們一般這邊說 就是起一個標會 但是要確保這個人有信用可以還錢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用同樣的字描述完全不同的事情 當然也不是第一個例子 好像說我們這邊的窩心是很開心的意思 但是就是在PIRC裡面的窩心是很不開心的意思 所以這種就是同民意識是很常見的 只是說因為他們一直在造一些新的詞 那所以同民意識的狀態就越來越多 那我們就必須要一直答應 就是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 在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等等 那所以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首先對我來講 它是Abuse 社會信用這次的字 它這個跟社會信已經沒有什麼關係 它的信用也不是人跟人之間的信用 而是對於服從這個國家檢控的這個信用 那這個到底還能不能這樣多信用 其實是見仁見智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他們使用和諧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也都要放在銀號裡面 因為這跟我想像中和諧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所以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在往反方向全速發展 那反方向全力發展的意思也就是說 不管它做什麼 我們大概都可以學著不要做那個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它進行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當然就是它覺得 它對它的同事的意義特別高的地方 所以好比像說維吾爾人 那在那邊所實施的人類騙視 或者是對於手機的 或者是相當於社會經濟 但是更高階一點的 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已經發展到很高階的程度 那但是在他們一般的大陸市 可能還沒有發展到這麼高階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要看他們最尖端的科技用在哪裡 那大概就是用在一些他們覺得 這個維穩所謂的維穩的需求 特別高的一些地方 那就是這個其實有很多報導 包含在台灣有一個叫做報導者的媒體 我有一個朋友叫劉志欣 也有在報導者專門做過這個題目 那就是特別在講 就是不只是維吾爾人 而是漢人 就是在那邊也都一樣的會受到這些技術的影響 所以當然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稍微顧問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那好像不能夠直接 它會變成網址 看一下 還有什麼關鍵字 這是一個專題 那因為很多朋友 國際的朋友關心 所以有一部分應該是有異成的英文 那這個是台灣做這個題目 就是比較完整的一開始的一個題目 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朋友跟進做了很多的報導 那因為這件事情關係我就不很細的講 但是你就可以想像說這樣子的情況是 當然他們覺得正當性很高 維穩需求很高 這時候會用 那在其他地方維穩需求還沒有怎麼搞 但是他並不是沒有發展到這個境界 他只是還不用而已 那我想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明確的觀點 就是他覺得他有社會正當性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使用這樣子的做法 那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我們目前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為什麼我們能夠保持這麼高的公平社會的自由度 其中一部分就是因為我們比較近深的看到 在PMC那邊他們到底發展成什麼樣 那我們在發展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會先問一問自己說 這個技術這樣子用 雖然目前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你用攝影機去偵測這個一個人 會不會太靠近鐵軌什麼之類的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它有沒有可能也變成像這樣子的用法 那所以民間就會開始有些呼籲說 你如果要偵測它有沒有太靠近鐵軌 你應該用Motion Sensor就可以了 你應該用一些就是單純用途的資料走進去 不應該用這種一般用途的 理論上可以用來讓人點辨識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在台灣最時都非常有說服力 那但是在理義 就是中共沒有那麼近的管轄領域 反而這個說服力就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反向的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在發展任何科技的時候 都要符合社會的需求 而不是強迫社會來應付科技 這樣子的一個驚醒 所以我想對我們也是有一個底力的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像的 就是對於國家密碼法的看法 以及對於網路安全的一個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些 不管他們之前的一些 所謂的翻場 就是本來就是 就是真一隻眼比一隻眼可以不法 或者只是技術上面去阻撓 那後來就變成實際上 就已經可以入罪的一個情況 或者像密碼法 等等它後面都有一個很 就是基本的一個態度 他們叫做網絡主權的這樣一個態度 意思就是說不是因為你上網了 你就面於國家的監控 相反的上網讓國家監控變得更容易 所以本來在實體裡面我們限於硬體做不到的事情 在網路上面其實黨或者國家 其實這兩個很難分 黨國就必須要對你有不低於在實體世界裡面的管轄領域的 這樣子一種監控跟預測的能力 而上網因為技術上面其實有時候反而更容易 所以這個密度要更高而不是更低 那這個跟早期網際網路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相反的 對那所以無論如何就是 這是後面有一套政治思想 就叫做網路主權 那這一套政治思想 他們正在試著把它正常化 就是說你不管是怎麼樣的跨國的公司 跨國的技術的開發單位 你如果要進入我們的防禍場裡面來營運的話 你必須接受說這個就是我們這邊的常態 那如果不接受這個常態的話 那就不要進入我們的國家防禍場 他們是靠著國家防禍場來確保這個NO會產生了 那所以對網路安全的影響 當然對於牆外的人的影響其實並沒有那麼深 因為我們本來就理解到說就是牆內牆外是不同的網路規範 那但是對牆內的朋友 那等於他們的網路安全就再進一步的弱化 因為任何由國家力量所搬裝的後門 其實都會被不是國家力量的人使用 所以說國家力量說你的通訊問題可以後門給他 但是這個後門只要存在 一般的資安的研究者也是會發現的 當他發現之後 就不是只有國家可以來接你的信息 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來接你的訊息 那這樣子的話 那慢慢的就會變成是基本的通訊自由都會沒有 那不過當然如果注意新疆的狀況 他早就是這樣子了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是對於再牆內的 我覺得是蠻可憂心的 就是在此之前 他用一些點對的加密 或者用一些翻牆的軟體 還不會有行政或者是行責 那現在隨著這些 所謂網路主權的東西 一過一過的推出 那每個人都會自我審查的幅度會越來越大 那這個是蠻大的一個影響 那目前對場外的影響還看不出來 那有七個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關於AI在未來醫學領域所扮演的角色 包含他的運動他的衝擊他的革新等等的這個看法 我自己的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所以我其實沒有太多的看法 那但是我這邊當然可以分享 我之前在那個生醫的BTC裡面 有稍微講到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當時的一個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AI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需要大量的資料 才能夠去揮囊出一些 insight 但是呢這些資料 尤其在醫學的環境裡面 又是信託關係 就是我如果信賴我的醫生 意思是他對我能夠做一些 就是平常看起來好像是開放破度之類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相信他嘛 所以我相信他是為我好 那但是如果這個醫生他同時又要 讓機器學習 能夠學習到關於我的這件事情的話 那他就基本上同時為兩件事情服務 一個是未來得著這個病 或者是由這個傷勢的人服務 那二方面才是對我這個個案服務 但是也沒有什麼不好 也沒有什麼不行 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講 你要一個AI系統去解釋 為什麼你貢獻出這樣子一份資料 他能夠創造怎麼樣子的 外面的更大的公共利益 這件事情目前並沒有一個 很簡單的解釋的方法 所以除非在一些很基本的case 考慮上說就是捐贈答題 這個當然是因為就是 或是沒有辦法這樣一次確 那這個的公共利益又是非常明確的 那這個我想我們的社會規範已經形成了 就是你如果願意的話這些講事等等 那但是如果是以AI作為一個數據的介入 它到底能夠達到多大的公共利的這個passway 現在並沒有很明確的被建立起來 所以我當時在BioPTC的時候 我就提出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也許每一個醫療運所 他的這個運所他在蒐集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都可以是說為他的醫療目的而有必要 那當然這個醫療運所 他的醫師可能會壞 他的物理人員可能會壞 但他必須要病例交付給後面的人 這個也是有其必要 這個都是大家都不真實的事情 會開始真實的時候是說 當你的這個AI也算來有一些insight 而這些insight你想要分享給社群 就是更多的別的元素 甚至國際的 而當他跟你要roll data 就是為什麼你會產生出這個insight的時候 你在沒有就是個人有取得他的像BioBank那種 利用同一數的一切 你就分享出去了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好像跟我的資訊自主權有所妨礙 那現在是AI上面有一個新的條例 就是叫分散式學習 分散式學習非常簡單就是 有一點像是我們在 怎麼講我們學講話 或者學走路的時候 我們意識能夠意識到的那一層是不會存 像說你講的第一句話是在前後 哪些前後問題下講出來的 也許有些人記得了 大部分人應該是不記得 或是你第一步會走路的時候 旁邊的地形地貌是怎麼樣 讓你可以不需要學步車就會走路 這大部分人也不記得 但是你就是會講話而且會走路 所以可見的就是很多 不是在神經網路 就是神經網路 神經網路本身它記得的是 轉出來的那個insight 它不再需要記每一次的low data 實際上每次的low data 也不是很重要 可能只有delta才重要 就是你每踏一個新步的時候跟你 腦裡覺得踏這步應該會有 怎麼樣子的反應中間的那個差異 也許才是學習所需要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 譬如說我現在在分享我的經驗的時候 我就不是把一堆low data跟大家分享 我是把我已經抽象化到一個程度的insight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修律的原因就是說 你在訓練一個類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也類似像我們人類的神經網路一樣 你是把上面的這幾層 就是它已經抽象到一個程度的抽象層 去分享到社群 那社群當然可以說 我們現在一起來學習 關於一件事情的什麼 但你到自己這邊 可以有自己的 label 可以有自己的標籤 那你可以在完全不分享底層的 那些low data的情況下 是share這些insight 但是還是可以拿到相當於 你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個雲端 去進行訓練的這樣子一個訓練方式 那這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模型 去說那我在底下這幾層 low data這幾層 我還是對我的個案 去付這樣子的信奪的義務 那但是我在我上面就是我學到insight 而它當然都已經完全不可能還原為個字了 那就是那類似統計的一個情況 就是它的統計方法 是由這個深入學習所決定的 那這一套叫做open algorithm 就是你的這一套訓練的算法 去讓每一個訓所分別好 好完之後大家集體的去分享自己學習的成果 但是資料本身是不開放的 它可以說是開放資料的隊友 開放資料是說我開放low data 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的演算法去處理 那開放演算法是說我開放我的演算法 讓每個要員所去train 但是每個要員所只train它出來的那個 統計性的那個insight回來 那所以這個一個新的方式 我覺得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 大家也許也有聽過的 不管是我們健保資料庫 或者是iobank等等 大家現在正在熱烈地討論 到底各自法 需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情而修法 那我一方面需要遵從 就是歐盟的GDPR市最新的要求 但是二方面大家都覺得說 可是在台灣就整的這些紀錄很有公益性 這兩個到底要怎麼平衡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或許就是因為AI在這兩年 開始有這樣子的一股研究潮流 所以以前那種好像硬要兩個 挑一個的我們叫做這個夾兩岸 可能可以因此而解除 那我也了解到說 這個只是回答了革新的部分 那運用跟春季的話 每一顆其實都會差蠻多的 那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就是說人不太想做的事情 就是做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很像機器的事情 好比像說咖啡結合的這件事情 那AI是最容易把它複製掉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行業的朋友們 其實也明刻把事情挖在 因為他們也能創造的事情上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 AI是非常容易來當作 輔助性的職能 但是那是因為它其實給你一個 判斷結果 就好像說你的GPS 或者你的導航系統 我告訴你說前面這台回憶度 大概就是這個程度而已 但它不會就把你的就是駕駛和搶走 你還是自己決定說 你在這個情況下到底要怎麼開 那到變成所謂自駕車的這個狀態 為什麼現在自駕車都是在 沒有別的車的情況下去 進行早期的實驗 就是因為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總有一個人要負接受的責任 所以像台北市的那個公車專輪到的自駕車 甚至到未來它開到30公里 或者甚至更後面 它還是要有一個隨車人員 這個隨車人員不需要開車 但它需要發生事情的時候 能夠做出一個人類的判斷 跟用人類聽了懂的方式去做一個交代 那Contability就是做出交代的能力 還是在這裡面AI能夠做到什麼程度的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不太需要做出交代的部分 AI可以做全部 但是只要你需要 每一個人的價值判斷 而且需要做出交代的部分 那人在裡面就永遠都會寫有角色 不要說永遠 在可見的未來都會寫有角色 大概這是目前運輪會衝刺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現在所有的正職人物 都必須要跟上銀號館長上銀號 我不確定為什麼現在需要銀號 但是anyway 跟所謂的館長同意 他應該真的是館長 以為他還生涼 那似乎不找他直播便會落伍 那所以我就已經落伍了 那所以我就已經落伍了 相信我對於這個東西的看法 以及館長與現在政府之間的關係 或者館長的論述 對於現在社會的影響 我是覺得好像並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以拉太深浪 至少我還沒有想過去跟館長同在直播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應該還好 對那但是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就是說 所謂的媒體的話語權現在已經 就像他講大家都是自媒體 而自媒體經營好到一個程度 那你的受眾的人數就大過傳統媒體 那實際上沒有哪個政治人物 沒有媒體聯絡人的 你本來就需要去跟各個大的電視台等等 保持積極的聯絡 即使對你不友好的還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絡 那如果跟你相對友好的 那當然就會想要去上他的節目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跟傳統的正義節目等等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它最大的差別只是 現在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直播主 所以也任何人都可以去策展一個節目 那在以前你必須要是 在一個體系裡面工作 可能主播啊什麼之類之類 但是任何人現在都可以開一個 研究中央電視台嘛 對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他也可以宣稱他是陽史 因為我們就是非常的自由 公民社會的空間非常大 那所以也不會有人去說什麼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當他說他是 這個就需要上引號了 這個上引號 這個中國唯一正統官媒 下引號的時候 就是他是在行使 海外這邊相當高的程度的言論資料 才不會就是任何人找到麻煩 那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這個施王母同學 他的工作也是一定程度上 確實是媒體工作 他也彭旭華是當你親自主播嘛 所以就是說他充分認識到 他事實上是在進行媒體工作 他不是三號就是直視直播主 他事實上就是在進行一個媒體的工作 其實他不是在需要像以前言論管制性管制的時候 所以我一張新聞局以前也沒有新聞局的症状 才能夠去做他的媒體工作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這個風習的看法並沒有好壞 這就是媒體自由化 現在變成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主媒體的 這個很自然的一個現象 那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你要講一個特定媒體 就是官長跟現在政府之間的關係 我坦白講我沒有就是 引爆過任何跟官長的合作的方案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什麼 我最近一次看到官長出現 是在那個花樂無法黨的部分群名單上 那但是就是那個神獸柚子派第一名的那個名單 對那但是因為我們知道他這個登記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其實還沒有就是核准政黨的設立 就已經就是部分群名單就已經收尾了 所以其他這一份我覺得很進步 因為裡面就是包含很多人類之外的生物 對這個有沒有很多就兩知 對這個部分群名單到最後 並沒有真的進入我們這一次的立委選序裡面 那但是就是能夠被列上他的部分群名單 當然都是被華樂無法黨認為是至少有一定的媒體的效應 即使他不是子博主我想柚子不是子博主 那但是就是無論如何他也是直播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我目前看到的就是對社會的影響 很多就是說大家會願意用一個不受主流媒體 或者他們現在其實看了這麼多已經算主流媒體了 不受本來的主流媒體影響的一些新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 那大家也理解到說每一個直播主他都是有自己的 怎麼講 framing 就是有自己的言論框架 那這些框架有些直播主會很大方的說 有些是廠商決定的 有些是大家這個小額捐助決定的 有些是他自己的意識形態決定的等等 就是比起傳統的那種好像藏在新聞的相對中的疫情 後面的那些framing 現在的這一代的媒體比較願意大方的去揭露 說我就是在野被偷走 我為什麼做野被偷喜歡這個東西等等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也都不是壞事 因為他讓媒體除媒 就是大家不會覺得 你需要很特別的了不起的訓練才能夠當媒體 而是任何人只要願意當訓息 跟其他人中間的媒體都是媒體 所以我覺得對社會的影響是有一個 有違者亦若實的這個狀態吧 就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本來 可能對媒體素養沒有那麼多興趣的一些年輕朋友 那看到了這些現在所謂的網紅 我所謂的媒體工作者之後 就發現說那我也可以當媒體 還蠻容易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是讓大家 對媒體資料的興趣增加 大家都要覺得自己能做這件事情 才能夠去學習更多 這就是為什麼我當時在幫忙協調 像電競選手的那一案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它融入這個新客綱 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你對電競有興趣 那下一步很natural 的就是 要學習你當直播主怎麼當 那你要當直播主怎麼當 那就是包含這個社會責任啊 包含來源的查證啊 包含這個如果在 如果在你的直播節目上面 就是喊說這個 光復強迫時代革命 然後你的這個業配的老闆 也挺選你們要怎麼幹 等等這些非常實事的題目 都可以做到所謂的 議題融入教學工作 像這個人權議題融入教學 這些題目就很好很好交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本來對電競有興趣 那為什麼不就開電競的課程 專班校的課程等等 來引發大家對於 大家都可以當媒體的這件事情 一個積極的興趣 所以我目前是蠻正面的在看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因為我並沒有黨期 或者是黨制 我並不是有參與任何政黨的選舉 所以我還可以稍微比較敲感的講這句話 如果有黨籍或黨制的話 當然也許就要開始擔心特定的直播主的黨派景象等等 但是因為我是比較是從長遠的教育工作來看 所以我覺得目前還是一個 我覺得蠻正向的一個情況 它的正向的效果 我覺得還是大部大的一些社會的不利的外部性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政府任憑我的原有是什麼 在我之前似乎沒有相同的工作存在 要如何為新的職位開創典範 任憑我的原有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當時在林玄老師組歌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亞洲矽谷的這個案子 他們理論上是要對什麼AI物聯網什麼東西 那但是大部份的創新創業的社群都不買單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試著重新定義亞洲矽谷 那這後面有一個社會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在台灣做創新創業的朋友們 都帶過矽谷 那對戲舞都有感情 包含我在內 那所以好像說你很喜歡金城路 那有一個人說他是桃園金城路 就算他再衰 你對他就不會有很大的好感 事實上是這樣子 除非他真的比金城路還衰 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政策就碰到很多的阻撓 那時候我就被邀請去 那個會議的名稱就叫亞洲矽谷 再定義工作會議之類的 對 那所以就在那邊聽各方的朋友們的意見 那後來我就提了一個很有建設性的建議 就是我們在亞洲矽谷中間加一個點 那就叫做亞洲連結矽谷 然後本來他叫Asian Silicon Valley 現在也叫Asia Silicon Valley 那這個點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再是說他是桃園金城路 而只是桃園連結金城路 既不是金城路要搬到桃園 也不是桃園人都要名稱金城路 的分領地 而是說我們在這兩個中間 建立雙向的連結 我們讓戲舞的創新能夠非常容易地 包括台灣不管是Google Microsoft 講出名字的這幾大 全部都在台灣開始做就是AI的工作 那我們也讓台灣這邊的創新 很多是解決性造成的問題的那種創新 我們剛剛在這個就是 假訊息危害方式已經講了很多了 那這些都可以也能夠很容易 擴散到整個亞洲 所以像泰國碰到一樣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傳播到泰國去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再 就是共享一些視覺設計的這個 品牌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可以用一個就是台灣的創新 是解決亞洲的問題 也解決西谷帶來的亞洲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了解西谷也解決一些 亞洲本身的問題 那我們是在這個中間有一個連結的角色 所以當時有一個這個新的論述 那這個新的論述 大家都覺得很不錯 所以這些事情就解決了 那所以當時林鄭老師就是問說 那有沒有你可以推薦人 就是專門在這種各部會意見不同的 像電競當時也是 這個文化部覺得說這不是傳統文化 他們是處於有兩千年歷史的 清晰書那些 那電競就沒有兩千年歷史 電腦都沒有兩千年歷史 所以他覺得這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認為說 電競他們只能管 如果比喻成運動員的話 他們只能管球場跟籃框 就是那些硬體 那但是這個 你要重新定義電競員 作為軟體頻繁測試員 他們真的戴莫能助 因為軟體頻繁測試員 在他們是軟體還沒有發行以前的 彩交QA 你都已經發行了十年了 大家整天大概沒有完 你還說它是頻繁測試員 那真的沒有辦法 他認為這個應該是選手 還是因為體育署 就是教育部的事情 那教育部主張 絕對不會他們管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什麼 中小學的一個 一小時的體育什麼課程 那他說 你能夠想像 家長怎麼能夠接受 我們這一小時的體育課程 都拿來打電競呢 對不對 你可以想家一小時小學 打一小時的電競 就算完成體育課 他身體明明沒有在動 也沒有流汗 他的手指有在動 但是就是沒有流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要把體育 重新定義到包含電競 所以覺得不可能 這現在是新興文化 或者說所謂次文化 那這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所以這個他們已經堆了十年 所以像這樣子的形狀 就是每個部位 因應新興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論述 去給他定性 那這件事情就是 一直需要人來處理 但是在當時 沒有中國人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林全老師就想我去找人 那我就去找了一個人 問很多人 那他們不是還有這個 就是大公司要經營 就是還有一些有利益充足的 國際的事情要做 等等 所以我那些全都沒有人要做 那沒有人要做 我就只好什麼 試試看 所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進入內閣 那所以其實只會開創典範的做法 也很簡單 因為當時我答應進入內閣 是2016年的8月底 那9月初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群眾問我問題 然後我公開回答的平台叫Wise Like 那當時就是希望大家集資廣義去想 我入了之後要幹嘛 然後我的工作條件是什麼 那我有一整個月的時間 我都不在台灣 都在紐西蘭啊 飯國啊等等 那就是靠網路去收集大家 對這個職業的看法 然後我經過一個月的集資廣義 我在10月1號上任前 我9月多的時候 我就拿大家的這個共同的想法 去跟院長進行勞獨協商 就是說按照網信網路社群 大家對於我的期待 那我要進入這個工作 我要三個條件 那這三個條件就是 這個職業的定義 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已經講過的 叫做基金式的同名 就是我主持的面場會議 任何人來找我等等 我都要公開給整個社群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 Work with government Not for government 那第二個就是 所謂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自願的結合 就是說我的辦公室 沒有任何我下命令的狀態 我的辦公室就是每一個部位 三十二個部位 任何想要加入這個辦公室的朋友 他都可以自願 借調請調來這個辦公室 或者來支援 所以目前已經有可能十幾個部位 都陸續有派人來我的辦公室 但是他派來 不管他本來是科長還是處長 他來這邊就是一個 平等的一個協作者 那我對他們是完全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我的唯一的工作就是 每個禮拜一跟他一起吃吃一輪飯 然後在我們的工作的餐序上面 大家都開這樣子一個看板 那這個看板也是自然認證過的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的一系列的軟體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任何時候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比像說之前在做登山的一站式的這個平台啊 或者是說這個我們之前在處理大家的連署課程啊 或者是說我們之前在邀請很多見習生 每年有二十幾位見習的同學 然後對大家最看不順眼的一些系統去進行改善 那像登山整合成班這個已經上限了 那等等 那所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發想 像這個就是我們教育部的朋友們想到的 因為教育部有一個朋友在這裡 那他是青年書 所以他會想很多這些就是青年參與的一個案子 那任何人都可以就是挖坑啊 就是想一個這樣子的題目 那但是他們就得就是在工作會議上面去pitch 去說那我希望各部位的朋友們都能夠來幫這個忙 所以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晚上八點四十還蠻多人在線上啊 大家不會如何去收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各部位的朋友們 他們就會開始橫向連結各部位的這些能量 然後去找出一些就是蠻有意思的事情 那也許幫故宮解決了一個問題之後 大家就會提一個案子說那我們來畫漫畫吧 那我就是因為之前大家比較知道海防政府 就是那個暴血軟體能用到爆炸 就是有一個設計師說暴血軟體能用到爆炸 然後我們就去邀請他說那你醒來啊 然後他就設計了今年的暴血的界面非常的漂亮 我們一路98% 那所以就是很棒 那我們就是幫故宮幫很多都做了A次的事情 所以上一次有畫漫畫 那這一次當然也要畫漫畫 所以這還是我們的分鏡度 這個昨天才有畫出來的 對等等 所以這類的 好 原因不明 好 那所以就是說每一個案子都不是我交代上學的任務 而是大家自己提出來的 那有一些就是因緣還沒有劇組啊 那所以就會一直在那個微庭內來去等 那有一些大家覺得說我調動到學校的資源了 那就可以開始往後走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不只是分享大家的我們叫working out loud 就是分享大家的工作情感 但事實上也分享大家的一些 在這個工作上面需要用到的一些小工具 比方說我們常常用到的工具就是 這個一起訂便當的系統 看 事實上就叫做便當 年終餐會 歡慶你一軍當選模範公務員職 就是要吃壽司 那等等 那這套系統就是我們把行政院附近80塊買到的食物 大概都拍了照 然後這個你看有single sign on的功能 有自動填入的功能 還會記得我就是最喜歡吃下選飯等等 那所以我如果不改的話 我到10點15分 我就是下選飯就會下訂單 是非常的方便 好 但是就是說 因為資安處已經找很厲害的白毛駭客 就是國際獎金得到第二名 僅次於美國隊的那些人 說明年就第一名 的那些人來打這個系統 打了六個月 那他去開放員工 就是一樣一樣去打 那他打了六個月 發了三個CVE 又找了三個漏洞 之後說好這個 我們覺得非常的安全 所以接下來在上面 任何會一點點JavaScript的公務員 都可以隨便寫一個訂便當系統 而沒有資安的顧慮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讓公務人員 變成所謂的System Developer 就是他是公民 但是也是開發者 這樣子的角度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民間大家最常用的 像HackMD 大家很常用啊 或這個剛剛講到的Trail 或者是現在叫Weekend 等等 就是我們都可以去找社群裡面 目前最常用哪些協助工序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 直接跨越分進來 變成我們所有公務人員 不只是我們公務員 任何具有遺體的 建委的公務員 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是第二部分 叫LongerX CCH 就是我們要求大家去改變工具 要求大家去改變做法 而是任何願意細心做法的人 我幫他撐出一個空間 吸收他的風險 讓他沒有失敗的成本 大概心想 那第三件事情 除了就是Retical Transparency 跟MonitorX CCH之外 就是Otation Independence 就是所謂的緣序工作啦 那當然你要講這場工作 也沒有什麼意見 那緣序工作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世界任何一個角度工作 我都暫時工作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現在是因為階級選舉 我比較少出過 但是之前我就是 剛剛之前是柏林 柏林之前是阿姆斯特丹凱雅 什麼之類的 就賀萊 再往前是伊索比亞 阿迪撒北巴 再往前是布林諾斯 然後再往前是 什麼加拿大 什麼歐台華 什麼之類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 這樣子跑 那有一些地方 我的行程不足以 庫門那個地方 我就會開機器人 或者是用 遠距的 訓練 這樣的方式去加入 所以 現在各管署的朋友 都已經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真的是Otation Dependent 就是他在任何地方 只要這個找到一些人想要跟我們的數位政委對話 那他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就是交換我 那所以像之前這個 我一面在柏林 一面在德國的時候 那我又一面在日內瓦 然後又一面在羅馬 然後等等 那就是一位日本朋友 這個 他在蘇里市 然後跟我互動 那這個是交往沙投影 就是一比一 會看起來好像我真的在現場一樣 但是其實我就是沒有在現場 但是還是可以跟大家開賽道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問答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工作條件 就是Otation Dependence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說我特別 只有在把台灣的創新的觀念 應用在我們的社會裡 而是把全世界只要一發明出來的創新的概念 新的投票的方式 新的連署的方式 新的系統等等 我都可以非常快的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差的 應用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所以這是第三個條件 那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 就變成文道部協商的條件 那當時林學老師是 想都沒有想就說好啊 你就這樣子做吧 對 那所以這時候還不錯 我們覺得林學老師非常Creative 對 那但是當然當時HR部門 就說那你還是要寫一個Job description 因為當時的 以前沒有所有的這個職位 所以你必須寫一個 這個職位是幹嘛的一個描述 那我說那很簡單 就是聯合國林學環南部門裡面 17.18 就是確保各界的資料 能夠為彼此所相信 17.17 確保跨界能夠彼此夥伴關係 以及17.6 就是我們這邊的任何創新 跟其他的國家 都是彼此互相加強共創的關係 而不是說我們這邊有一套創新 我們在那邊施工 你不能夠干預我們施工的方法 而且還不出債 還有一個港口給我們 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而是這個真的是派人去共同創造的 這個比較永續的長遠的這樣子的方式 那所以就是這樣 那但是當時就是應該是沒有人釋出 就是說沒有人能夠聽到17.18 17.17 17.6 就知道你在講什麼 因為2015年才通過全球人群發展目標 所以2016年的那個時候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 在台灣 所以我就等於寫了一首詩 就當作我的Drum Description 那所以我就先分享一下這首詩 然後再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的Drum Description是這樣子的 那點就是 那些三六七九十六七七八的 Ky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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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所以這是把永續發言的目標地實形象變成大家比較能夠理解的一首詩的狀態 所以如果有人問說台灣的聲音是在做什麼 我就是給他這首詩唱 通常大概都可以了解 所以要如何開創點番 我覺得就是寫一些 一則tweet能夠承載得住的高意義量的東西 那當然不管是最近的顯示器時代或現在之人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所以我也有時候會說我是poetition 就是我的工作大概就是創造一些新的講法 那這些新的講法能夠讓大家 往更加能夠彼此協作的方向 而不是覺得什麼都是聯合遊戲的方向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G0B在太陽化選擇前或什麼活躍 開放這個主張在進入體制之後 也非常快地就實現了 但是G0B作為強而有力的監督力量 是不是因為進入政府而有所弱化 換個問法 如果讓白茂駭客在政治光譜軍教偏向一邊 現在的政府是法能夠受到監督 如同老一輩常常說自己的臉書被唐鳳 人民如果確保制衡力量的存在 有冒昧還請見諒 沒有什麼冒昧 以前是匿名的 我也不能拿你怎麼樣 我常常覺得說我的名字變成動詞 是很光榮的一件事情 因為很少有新創能夠變成動詞了 他好像說Google這個字本來是名詞 但是後來你想到搜尋引擎就會說 那我去Google一下 這個時候就把這個搜尋引擎的概念 已經被imbed在這個詞裡面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被唐鳳這個變成動詞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讓大家至少可以援引這個動詞 來提醒大家說公民社會的空間 不能夠因為一時的政治目的 而被政府收回去 任何時候有一個部長長的話 都不應該能夠去前置一個行為工作者長的話 那因為我會不斷地做這個論述 所以你如果找唐鳳 找什麼英文文字 你就很容易找到這些論述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在互相提醒 什麼被唐鳳或什麼的時候 那我覺得反而是讓大家理解到 我們一個基本價值 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實際 所以我是比較正常的看待這件事情 不過這個話號裡面 我們還是回答一下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分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 GDB仍然是一個很強的監督力 比如說Vote.L1 那它就是GDB才剛出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我覺得非常的棒 就是關於立委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投兩張票 然後一起看看區域立委 喬喬不分區立委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要點什麼區 但是 Anyway 我們就 我目前住的地方好了 好 你可以看到說現任的這位朋友 以及其他的朋友們有什麼看法 那這些你可以按比較候選人 那你就可以挑 然後就是之前有過爭積的 好 那Anyway 那我們就可以挑一些人 來比較 這個時候他就會發現 這個有一些是黨團提案 有一些是他的個人提案 那他的廣告目前花了多少錢去做付費的貼文 平均他花了多少錢曝光到了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小編這個的績效怎麼樣 然後他的學歷經歷證件等等 就是說他的目的就跟GDB任何其他專案一樣 都是在一些相當有公信力 而且許眾都可以提出質疑的 有問責機制的這些資料來源裡面 盡量用一個容易的方法 讓大家理解到 就是大家的共同的政治決定 會造成怎麼樣子的後果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的力道並沒有因此而比較弱 事實上我覺得 反而是 最近幾年是有增強的 主要是因為 有很多設計師也發現說 大部分GDB專案到最後會紅 並不是靠寫程式的人 寫程式的人 基本的架構都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那就是靠設計的力量來決定 他會不會讓大家來參加 所以因為有很多設計師加入 現在GDB的A客送裡面寫程式的人 已經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或甚至不到 那在三年前不是講 三年前很多還是寫程式的人 所以我覺得設計力量的加入是很重要 那當然還有就是 並不是所有的GDB的專案都是監督用的 他當然是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有一些是政府做了也沒用的 甚至不應該政府來做的事情 像剛剛講到的真的假的 就是一個例子 或者是AIDAE也是一個例子 AIDAE就是 政府沒有辦法來 翻譯這些成為台語 這個真的是 就是你要教育部做這件事情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 大概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對 但是他們在GDB就可以運用這個交易部的資料 然後去說這個寶可夢到底要翻成 跟AIDAE或者是Pokemon 好像也不錯 他的目的就是說 任何的一個心詞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引發這個世代之間的興趣 就是年輕的世代可以不斷的來貢獻他們聽到的一些心詞 有些是非常日常生活中就會使用的 然後比方說現在漢堡到底大家要怎麼用台語講 這個就教育部大概要審定這個就已經要花四年以上 但是這四年難道你都就是 你如果是公式台語台 或什麼之類的話 你難道這四年就 漢堡就 就必須要一直加引號去用華語講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你就可以在這邊去很容易的去 看到鄉民 那我應該就是 美國的畫畫 還有什麼 漢堡 嘎 這也是 很有創意 就是你可以讓尋找力 來超越這個教育部的想像力 那當然教育部最近這個也非常的 小編是其實非常厲害的 不但成立了什麼某某廣播電台啊 還有把什麼教育部長化成這個穿越的什麼 什麼高中生啊什麼之類的 都已經很有創業了 但是在就是當年教育部的小編熄貓 還沒有那麼重的時候 那麼純的時候 那I.E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inspiration 告訴教育部說 即使你做這些事情 大概也沒有什麼負面的或過 大家不會覺得你不夠裝重 不會覺得你太就是前衛 而是你真的能夠聚集就是台語社群的力量 有些人很會去找他的台語政治 有些人很會去收集長輩朋友們 怎麼看這些事情呢 有些朋友們非常有創意 會一直想到一些新的詞 那這些力量加在一起 就可以產生出一個 未來可以讓教育部使用 而現在就可以讓台語社群的 老師啊教材教法 或是台語才使用的 這樣子一種利用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並不是監督政府 它有點像是 軍令叫做代用政府 有點像代用咖啡 就是政府現在做這個還很弱 原因很多 那所以我們就先不要問 為什麼政府沒有做這個 我們先承認 我們就是沒有人 所以我們自己來做 那做到一個程度 因為拋棄著作權 所以政府要收割 不是要它 這個也很容易就直接收割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政府一直沒有意願來收割的話 那它也可以轉型變成社會系 然後比想說過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本來只是一個距離別的專案 叫做國會無雙 那後來發現說 大家很願意出錢支持 其實周邊的小產品 來支持一堆人 看棒球比賽一樣的方式 去評論這個立法院的直播 沒有人 以前沒有人覺得 立法院直播是很有趣的 那有落草直播就突然變得非常有趣 那所以它就從國會 無雙的這個GDME的提案 慢慢就轉型成為一家 有受影響力的企業等等 所以就是GDME 大概不一定都是監督政府 或者被受變這種二層一的狀態 而是很多就變成在第三部門 去結合第二部門的力量 然後就變成就是設備企業 這也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設創的這部分的能力有變強 那它在監督政府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設計師的加入 所以實質上能夠動員到的人 其實是更多的 那最後就是如果政治光譜 電腦專家都偏向一邊的話 現在政府是否還能夠受到監督 我自己是蠻樂觀的 因為像我自己其實 我唯一跟我稍微比較接近的政黨 就是歡樂無法達 那為什麼比較接近 當然是因為就是當時他們就是黨員大會 就是那首很喜鬧的歌 一直播放的那次大會 就是我有送花籃去 那這個花籃就是一籃貓薄荷 然後對那就是非常政治正確的 因為不是香菜 那在這個情況下 稀許這個新的政黨 能夠起到貓薄荷的作用 就是能夠就是快速的 讓大家在可能陷入內好 或出征的這個情況下 稍微停下來想一想說 今天事情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方法可以看 看了之後願意再多花一點力 稀許彼此了解等等 所以當時是有這樣子一個論述的出現 那所以就我來講 這個並不是在政治光譜的任何一端 它不是左派或者右派 不是特定的主張 它是說我們在討論任何主張的時候 我們應該不要用就是互相出征的方式來討論 而是應該用一個idea marketplac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 而這個想法即使你不同意 你也可以一笑置之 或者是當然更好的情況下 或者是你找出一個他的論述上面 他真的可以補強的地方 等等 就是大家會願意在共同的價值 雖然可能不同的立場 就是這個價值也是使用去發展等等 去進行討論 而不是說只是因為立場不一樣 然後就把對方跟你想通價值的人 也否定掉 那這個是當時對這個歡呼法黨的這個期許 那但是我的部分是說 在我的理解裡面 其實裡面很多朋友 他其實並不是在大家想像中的那個就是政治光譜裡面 他們大家都是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子 讓大家了解到說 民主這件事情也只不過是另外一個科技 那四年投票一次這個 也只不過是科技的一種一個形式 但是如果大家都可以 就是平時都可以參與的話 那這一套制度就會比你每四年 只能上傳三個位元的這種很古老的科技 要來的有用 那大概這樣子的 所謂參與式的民主 是大部分局面的專案 現在正在工作的這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 當然跟監督還是有關係 但是這個監督的力道 大概就是保持跟支線差不多 但是設計起來 所以實質家務的民眾有變多 像上次選舉 如果只看網站的造訪人員的話 那投票指南是比意識上的新高 那Anyway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更多人關心 不一定表示更多人有夢見 所以還是很需要大家 不管對ALEA 或者是對距離別的其他專案 如果覺得能夠貢獻的話 那就不要問 為什麼沒有人貢獻 就是那個沒有人 那他們現在也有一些 就是叫做科技創新獎助金 有30到50萬 能夠讓你就是花一些時間 來把某件事情做好 那這個也就是目前就是正在 有這方面的就是學願池啊 或者是這類這類 那當然這個就是公務員參加的 畢竟還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套 整個抄到公務體系裡面 那讓公務員能夠結合 各界都能夠來參加 那那個就叫總統北黑客送 那但是一開始還是從去領域這邊 像一個擔用政府一樣 先做出來 這樣子一套雛形 然後我們再學習這個概念 包含公民學院池等等 變成我們的總統北黑客送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公務員的朋友的話 那而且他就是不是很想一下子就 像我們做Ida E的那一位 馬上就脫離了公務生活 加入Ginibb的話 那他即使還待在這個公務體系裡面 那他也可以去參加就是總統北黑客送 那就是很像Ginibb Grant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但是他就是沒有錢沒有獎金 他的獎金就是一個獎盃 那這個獎盃就是總統頒獎給他 那這個獎盃就是一個投影機 你只要投影打開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他的照片 那所以這個是蠻好用的 就是俗稱神主牌 意思就是說最後得獎的這些作品 如果他的處長說我們沒有錢做這件事情 好比像說之前那個叫做什麼 台水曾經做一個案子用AI去讓漏水的偵測 在基統AI區可以從兩個禮拜 接近兩個月遲時間的地方 約成兩小時就偵測到漏水 那就讓比較多的這個年輕朋友 願意投入這個這些朋友的工作 因為不然的話你整天都是聽一些沒有漏水的地方 其實是很容的 那這個他們的處長可能本來就是說 我們沒有錢國際交流 我們沒有錢這個全台灣去部署這一套方案 那但是因為他只要打開這個獎盃 這個獎盃長的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底下就是有一個微型投影機 那就會出現這個就是這個畫面 總統就會這個頒獎給這個團隊的畫面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他的處長就馬上說 沒有啊我們還有一些年底的一些預款啊 就有一些東西可以應用啊 所以他們去那些人的跨國合作 或者是他們之後就是全面部署這個東西 就沒有碰到什麼阻力 不過像去年的有一隊 是當時蘭嶼嘛 有一個護理師 跟著直升機飛到奔道的時候 因為晚上下雨有出一些狀況 直升機需要的嗎 這個大家可能還記得 那所以他們就提了一個案子說 他們覺得就是根本的原因其實不是直升機怎樣 而是這個負責直升機後送的 像就是 的這個單位啊 就是應該是醫學院吧 對 那以及這個要後送到那個轉科的醫院 以及當地的衛生所三方之間的溝通是非常緊急 而且只有很小的資訊有交流 所以在地的家屬什麼 大概都是說 你一定要爭取直升機後送 不管天候才差 那這裡面有很多原因 包含護理師 不能夠再遠距的醫師指導下去 做一些醫療行為 那或者是說 之前電子成長法 都要你本人清潛 你如果家屬能夠跑到那邊去清潛 那直升機也飛到 就是事實上在這個scenario裡面 就不是很好用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們要突破很多法規 甚至法律的這個限制 那當時在中東北歐克 從這三個月裡面 就像G&E的Grant 就是讓他盡可能的先去發想 這樣能不能夠增進在地的朋友 怎麼樣能夠增進在地朋友 對在地的醫療資源的信任 那這樣子反過來 如果你是醫中去支援在地的偏向的話 你才比較願意留下來 因為你才學得到新東西啊 不然的話每個都後送走了 你到底要學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發現三方的視訊 在某些條件滿足的情況下 其實是讓當地的朋友 經驗可以累積 在地的家屬 有一個信任在地的醫護人員 而且就不需要那麼快的 後送的一個很好的解法 那他們解決了之後 那衛福部長就說 其實直升機 你知道是內政部的 就是這不是他一個部 可以決定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得獎團隊只要 把總統投影出來 那這兩個部的主意 就去預約時間開會 然後到最後 我們也知道遠距醫療的修法 已經通過了 所以現在就是 你去支援在地的醫師 或護理師都是很法的 那而且現在 衛福部也花了資源 去佈了105個 包含偏向跟領導的 這種有遠距視訊功能的 這些戰點等等 所以那個獎盃的目的 就是說 不管你前面三個月做了什麼 做到什麼程度 那總統答應在接下來12個月裡面 我們用盡一切方法 不管是錢 或者人 或者法規的修訂 讓你的這個想法 變成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那所以之後你的idea 就是國家幫你養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所以這個 我覺得對公務人員的 極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是新創的企業 或什麼 也許一下還看不出來 這個到底有什麼好賺的 也許沒有什麼好賺的 但是如果你是公務員 就是你的目的是公務服務的話 那就是你的公務生涯 可能就從此改變 所以我們就說到很多 甚至科長提出來的提案 而他提的時候 都是腳踏民間的想去領域 這樣子的社群幫他提案 然後他就說 本科配合辦理 那這樣子如果沒有做出來的話 他就沒有任何風險 那但是如果做出來的話 他就說 沒有啦其實我是提案人 那這樣子他的這個公務生涯 就從此改變 所以我們也是 當然一定程度上 參考了 GDP Grant的這個做法 去設計總統梅黑客送 但是對於社會企業 對於社會創新為目的 對一些朋友來講 總統梅黑客送也許 也不一定是他最好的選擇 也許GDP Grant才是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也有一些團隊 像資料申請小防守 是GDP Grant先Cook到一個程度 有很多朋友幫他忙之後 他來總統梅黑客送 而且也被總統頒獎 所以我們現在一年之間 要按照他的方式 來重新設計開放資料的 申請流程等等 所以這兩個中間的互相合作 我覺得是事務體系 跟這些民間的公益科技者 創新者的合作 而不是政務體系 就是特定的政務人員 包含政委或者是總統 或者是立法委員 跟他們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夥伴關係是很持續的 就是不管政務人員怎麼換 你在一起做過這樣子的專案之後 形成的互相線員的關係 大概都會繼續保持 所以事務官其實也不會跑掉 事務官都還在他的工作崗位上 所以我覺得 G01跟GOE之間的連帶 大部分都是建立在 跟專業文官中間的關係 大概只有很少的程度上 是靠著特定的政治人物來推動 那我也有看到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關於這個GPA的這個大學生活 我就不回答了 因為我沒有第一手經驗 我這個人是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 我就不會回答 因為我連高中都沒有念過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 大學生活跟GPA到底 就是第一手經驗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說 如果有七個人還在 就是大家都感覺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問題 那或許真的可以辦一些 就是專門回答出這些朋友的問題的人 邀請他們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那今天的對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委員今天針對科技 然後數位社群還有公開政府很多的會議 那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唐鳳委員 謝謝 然後我們現在要值得感謝 還有一個議事就是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是不是要看那邊嗎 可以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然後就是學術部有回饋表單 然後等一下會PO在螢幕上 再麻煩大家花一點時間來演戲